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上好 好 精神很多了 每天早上我们这里都有供应早餐 所以请你们以后每个礼拜天早上 九点钟就可以过来吃早餐 然后呢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聊天 多一点的时间可以和大家彼此认为 我们再次的掌声给我们的耶稣好不好 Amen 其实我们每次早上来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敬拜会有很多的异象 神会告诉我们今天他要讲什么 神会让让他的异象在我们的当中产生出来 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今天我们要欢迎几个新朋友 我们来先看看 今天的这个家事报告 欢迎来到 复兴堂 做着这么美 哎呀又跳了 OK这个要去改一下 我们欢迎我们当中有一对夫妻 还有他们两个孩子今天 去了组织学了对不对 我们欢迎欧文夫妇在我们的当中 希望你会喜欢我们 谢谢 继续再来哦 还有Christine 在我们的前面 然后我们也欢迎她 对 好 我们还有 是不是还有一位 叶金凤姐妹 是 Jonathan的 在你的前面 Jonny 你的前面 柯妈妈 对对对 他姓叶他家里卖白米的 金凤 金凤白米 没必须 我每次跟他开玩笑 我们其实也叫他柯妈妈 因为他儿子姓柯 所以我们也叫他柯妈妈 我们这里很多个妈妈 对不对 感恩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欢迎大家 也欢迎那些 旧朋友 我们长期在我们这里的 欢迎你们好不好 掌声欢迎你们 所以我们常说 华文部 我们中文部常常有一个味道 就是人情味很重 对不对 虽然看起来每个人坐在这里 但是 聚会过后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吃饭 聊天 什么的 一有事情我们大家都会一起上 这个就是一个家庭 Amen 好的 感谢主 好我们要为我们的奉献做祷告 我们今天不会有人来向你收奉献 而是我们做完祷告过后 你聚会完了 就到外面去 我们会有人 拿着奉献袋 你就可以给奉献 圣经是这么说 在真言书第11 章25节说 慷慨好施的必得昌盛 恩待他人的必蒙恩待 我们祷告 父神我们将奉献交在 天父你的手中 神我们相信 这是你自己的话语告诉我们 慷慨 好散的 愿意 乐善好施的 愿意恩待别人的 都必得天父的恩待 我奉耶稣的名 神让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 都是蒙父你所愿 愿神你亲自报答那些不能够 不能够 我们收到奉献的人不能够做报答的 神你都暗中去报答他们 使他们凡事云通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再看一下 好 70周年呢 我们还有空了两桌 如果你要邀请新朋友 或者是说 你想要参与我们的话呢 一个人的费用是75元 75元 我们在9月10号 新朋友可以 可以注意 我们9月10号 庆祝我们本堂创立教会 有70周年 所以我们会在那个 金华酒店 就在这附近罢了 我们会有巴士 我们已经定了 好几两的巴士 把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送到酒店去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 参与我们这70周年的话呢 一个人 一个人 一人一人 如果你不是罪人 你已经信了耶稣 都是一人的对不对 一人75块 对不对 如果你是姐妹 那就是美人75块了 可以吗 75块 可以请到后面 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这个 惠敏姐妹 惠敏姐妹摇摇你的手 大家认识你 可以跟惠敏姐妹报名 在9月的 10号 我们当天的聚会呢 也是早上10点钟 早上10点钟 好今天下午呢 1点 30分在楼下的一楼 我们有五旬中教会历史的发展 我们今天会谈到教会的历史 所以如果你已经错过了前面两次 前面两次是 五旬中的这个诗经 还有 五旬中的神学 今天要谈的是五旬中教会历史的发展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教会 你说这个是什么教会 我对这个教会不熟悉 原来我们这个教会是五旬节派的 那五旬节派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呢 在整个亚洲 怎样 运作 我们现在 今天下午呢 1点30分 到2点30分 一个小时我们有一个 小小的一个分享 如果你想愿意来的话 免费 OK 而且呢 你吃完午餐过后就回来 在楼下一楼 OK可以吗 好我们再看 好 读书计划 今天也介绍你们看书 OK 那这里呢 这本书也是帮助我很多的 如果你喜欢 每天只读一章的话呢 这本很好 标竿人生 就是对那些年轻人讲 没有什么 这人生当中好像没有什么目的 没有什么目标 看标竿人生 也对家庭主妇讲 整天只是 做黄脸婆不知道该做什么 看一下标竿人生 OK 为了那些老板做生意的也可以看一下 神怎么在你的职业当中职份当中帮助你 标竿人生非常好 他指引了你知道你这一生中你怎样被神命定 OK可以在后面跟惠明他们借书 我们后面已经放了很多很多的书 我再说这些书需要还吗 你不还无所谓我书太多了 你拿走我都忘了 你明白吗 可是如果你愿意还 下一个人还可以看 OK 不要有压力 不要说我一个月要逼你看完 没有你用一年看完都可以 好不好 可以吗 不要有压力 看书应该要自己舒服嘛 对不对 找一个starbuck 找一个 草地 打开书 坐在那边喝一杯 咖啡 再不行你陪我 你找我 我陪你去喝咖啡 我们一起看书 我很喜欢看书 你们喜欢看书吗 再介绍一本 耶稣生平 福音书 四本福音书 如果你想对耶稣的故事 今天我们会讲约翰福音 为什么约翰福音 为什么马太福音 为什么马可福音 这几本书 都可以借 还有后面很多很多的 关你医治的 如果你想看 在索灵征战 看什么书 全部都在后面 我们都会陆续带来 我相信赖牧师有很多书 要拿书过来 柯松丙弟兄也是很多书 麻烦你们如果有什么书可以送过来给我们 但是 预备性他们不还 不还没关系 我们的计划就是 让你拥有那个书 无所谓 但是如果你还 我们就 祝福第二个人 Amen 好 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 要祷告的 可以找我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哎呀忘了放赖牧师的电话号码 好了就找我就好了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任何需要 就算半夜 除非你找不到我才找第2个 但是尽量我都会听电话的 如果有任何需要 软弱的 有病痛的 你需要祷告 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好不好 电话号码 要拍可以拍 公开牧师的号码 OK 应该是没了 感谢 谢谢 谢谢各位 今天我们的这个 约翰福音终于 进入尾身了 我每次跟赖牧师讲说 我们都是跟着我们的这个 讲道的计划走 然后楼下的英文部才到第8章 约翰福音 都喜欢喝汤吗 都喜欢喝汤吗 我很喜欢喝汤 小时候喝汤是 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很不喜欢喝汤 尤其是你看我的身材这么大 因为我的妈妈在我四年级开始以后呢 每个礼拜天都给我做什么呢 猪脑汤 所以我才知道 这么有智慧 就是因为喝了很多的猪脑汤 我们都喜欢喝汤 如果你喜欢喝鱼汤 新加坡很多地方都有鱼汤 很新鲜的 我知道这里有两个 姐妹很喜欢 吃鱼肉的 等一下给你们任务 你们自己去打听 我知道这两个人每个拜六都会 去相约去买鱼肉 鱼汤鲜吗 好不好喝 如果羊肉汤 好不好喝 好像不大有人喜欢喝羊肉汤 有啦 海南人可能喜欢喝羊肉汤 对不对 海南人是不是很喜欢喝羊肉汤 非常好 赖牧师福建人 我福州人 就喜欢吃红烧鸡 羊肉汤也好 鱼肉汤也好 如果我把鱼汤跟羊肉汤放在一起 就变成什么汤 叫鲜汤 鱼羊不就是一个鲜吗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分享 因为这个21章前面讲到鱼 后面讲到羊 所以我就要把鱼跟羊放在一起 叫做 鲜汤 OK 华人很少会把鱼跟羊放在一起煮汤的 对不对 对吗 但是 看到这两个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 为了要凸显这个羊啊 跟这个鱼呢 所以呢 所有的字都要放一个鲜字 OK 所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跟鱼 跟羊有关的 鲜明的启示 鲜明的爱和呼召 鲜明的希望和 归属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奉耶稣的名 凡一切的灵 污秽的灵 肮脏的灵 不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灵 我们要奉耶稣的名 命名不能够在这个地方 因为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现在奉耶稣的名 不可夺去 我们心里面的道 让神里的道 进入到我们的当中 成为一百倍的 这个祝福 所以我奉耶稣的名打开我们的耳 使我们的心灵也被 被神 你自己来紧扎 使我们能够听神里的话语的时候 是带着那个谦卑的心 学习 神我们感恩 奉耶稣基督 我救主的圣名 Amen Amen 好 今天我们讲到鱼汤 就要讲到仙这个字 OK 所以这个字就是要告诉我们 这21章 约翰福音的21章 他带 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21章里面呢 第一节他说 有西门彼得和被称为 抵士玛的多玛 就是 我就把那个红字 你们就容易读了 就是有西门彼得跟多玛 还有呢 拿丹叶 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又有两个门徒 OK 有这一班人 他们都处在一处 然后呢 彼得就对他们说 我打鱼去了 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 他们就出去了 上了船 那一夜并没有打着 什么 天将亮的时候 耶稣就站在岸上 门徒却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是耶稣 OK 耶稣就对他们说 小子啊 你们有吃的 没有 他们回答说没有 耶稣说 把你们的网 撒在 船的右边 就必得着 他们便撒下网 金 拉不上来 因为 拉不上来 因为鱼 瘆多 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耶稣在这里 向他们显现了 OK 门徒在这个地方呢 有西门彼得 有多玛 有拿丹叶 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就包括约翰 雅各 又有另外的两个门徒 他们都去打鱼了 OK 他们去打鱼了 但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向他们显现 耶稣就问了他们生命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小子 你们 有吃的吗 OK 你们有吃的 Sorry 小子 你们有吃的没有 来跟你哥比基尔讲 你们 有吃的没有 有吃的没有 你知道当我在准备这个讲座的时候 我真的 我真的 神在跟我说话 他说什么呢 当我说 有啦 神你看我的身材就知道我吃很多了 好像都没有错过任何一餐的 胖子很少得胃病的 因为胃病就是你忘记吃饭 胖子很少忘记吃饭的 会准时 就算时间还没有到都可以吃了 OK 所以我就说有啊 我很多东西吃 可是神那一刻就感动我说 那你有什么需要我的 我就开始为教会祷告 为自己的生命的需要祷告 小子 你有什么 要向我说的 就是我在准备的时候 神就对我说了 这一句话 我非常感恩 因为 每一次的灵修也好 每一次的你 写讲道也好 写讲道也好 其实你先要感动自己 如果你先不能够感动自己 你如何去感动别人 如果今天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新加坡人 包括我们当中可能有 有越南人有中国人 我们现在开始富裕了 我们现在去到哪里啊 我们吃 你去到Hawker Center 你去到Restaurant 你看到那些东西 你都说 没有东西吃 为什么呢 吃腻了 对不对 对吗 我们都吃腻了 我们好像 太食物多了 没有得选择 尤其是如果你可以一堆能吃饭 你有没有发现 每次最后 那一盘 一定是剩最后那一块肉 总之大家都说被漏了被漏了 有没有发现 因为我们太富裕了 所以神不会再问你 你有吃的没有 可是他会问你 你有 什么需要 你想想如果今天耶稣 真的问你 小子 OK 或者是 美音姐 你会什么大 他叫你 小妹子 小妹子 我一样说嘛 如果上帝跟你比较年龄 当然上帝年龄比你大嘛 对不对 神会问 你要什么没有 你要什么没有 来 我们闭起眼镜我们想一想 如果今天耶稣问你 你要什么没有 你会怎么回答 如果我们把吃的东西放一边 你要什么没有 神问你 小子 小妹 你要什么 或者是 你有什么需要 你要求神指引你 奉耶稣的名 主你亲自指引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耶稣对他们显现的时候 耶稣就指示 OK 指引并且 提示他们告诉他们 下王在右边的地方 下那边怎么样 下王打鱼 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形状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曾经发生过在他们的身上 因为当时 当耶稣呼召那几个渔夫的时候 就是告诉他们 开船到 水深之处 下王 打鱼 对不对 当那几个 渔夫被耶稣呼召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渔夫怎么会这么顺服一个木匠 对吗 当然我们也说 耶稣那个时代有可能他不一定是木匠 可能他是石匠 因为那时候的行业 是这样子的 那无论如何我们先把他当成是木匠好了 如果耶稣 这个木匠 他在海边 这个加利利海的时候他跟彼得讲 我要借你的船来讲道 OK 然后耶稣也跟彼得讲说 你们在做什么 他说我们一整夜了劳怒了一整夜 OK但是 没有打着什么 耶稣对他说 吓到水深之处 下王打鱼 对不对 家传叫水深之处下王打鱼 结果他们就捕捉了很多的鱼 所以当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 同样的这个 看似陌生的人 为什么呢 耶稣显现的时候 你们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门徒认不出耶稣是谁 OK 然后呢 耶稣就问他们说 小子们 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说我们去打鱼 耶稣就显现了 耶稣就对他们说 OK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们说我们这一夜 什么都没有打着 然后呢他就跟他讲说什么呢 把你的网 撒在船的 右边 就 就必得着 你们发现这两个是很相似的事情 当他们几个渔夫被呼召 跟随耶稣那三年半的时候 三年或者三年半的时候 他们被呼召的 场景 跟约翰福音21章 耶稣已经死了 耶稣已经死了 并且 怎么样 又从死里复活 向多人显现的时候 这时候耶稣对他们说 下网打鱼 在船的右边 你们就 必得着 哇 一样的场景 他们就怎么样 他们就 想起了 耶稣是谁 他们想起了耶稣是谁 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 就 必 找到 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21章 以这样的一个鲜明的方式 让他们更加的肯定 这个就是耶稣 因为当初他们就是这样子的蒙呼召 而得到了丰富的愚惑 同样的今天在21章的当中 我们常常读到21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彼得 彼得叫他们走我们去打鱼 很多人是说彼得很软弱 彼得怎么样 怎样怎样 所以耶稣要三次再呼召他把他叫回来 很多时候我们解经上可以这么说 可是你不要忘记 他们刚刚过逾越节 刚刚这个耶稣 耶稣他们的老师他们的夫子 刚刚被钉十字架 然后圣经又告诉我们他怎么样 从死里面复活 向多人显现 而这次的显现有可能是 第三次的显现 而彼得 约翰 雅各这些人 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领受从神的一个 话语 OK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领受之前 圣经告诉他们的话语是什么 但我 复活以后 要你们 要在你们已先 往 加利利去 在马可福音十四章 然后呢在马可福音的十六章 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 这个是天使显现的时候告诉他们 他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所以 在马可福音的时候 十四章跟十六章 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们早就已经被天使嘱咐 你们要往加利利去 因为 耶稣复活以后 耶稣会先往加利利去 你们要在那边怎么样 见他 所以当彼得跟他们的门徒 跟那些门徒讲 走我们去打鱼的时候 有可能他的目的其中一个就是 去那边等候耶稣 可是去那边等候做什么呢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解禁的时候我们会以为 他从朝旧约 他开始 又回到去打鱼了 他开始又 好像离弃耶稣了 像三次一样 三次不认主了什么的 可是如果这两个经文是他听过的 而且有天使显现 嘱咐他们往加利利去 所以他们去那边的时候 你都到了海边 那不是打鱼 对不对 反正我都要去那边去等候 去那边等候 因为 耶稣亲自说 但我复活以后 要在你们 以先 到加利利去的 所以他们去那边等的 所以他们去到那边 他们就怎么样 就下网打鱼 所以有两个说 一就是 他们 已经give out了 我的老师死了 又复活了 然后又很多事情发生 最后算了我们还是去打鱼吧 可是 如果根据马可福音这两章来看的话 那有可能他们真的是 听进去的这句话 要往加利利去 因为耶稣会在那边 OK 尤其是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 OK 在这里的时候这个使者亲自的说 你们可以告诉他的门徒 他就是耶稣的门徒和彼得 而且亲自提到彼得的名字 他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正如他从前 告诉你们的 他从前就是在哪里 就是在十四章 里面有提到的那件事 所以 彼得他们带着 带着这一批门徒 包括拿弹业 包括多玛 这些人去打鱼 有原因的 因为 他 知道耶稣复活以后 可以往加利利去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OK 就是 我们怎么认识耶稣 如果我认识的耶稣 像彼得这样的信心 可能 我认识的耶稣只是众神之一 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 当人家跟我讲 耶稣是神 去教会很开心 祂美主 Hallelujah 每次有BBQ 每次有这样这样 去教会很开心 有很多男生 有很多女生 一起 Campfire 一起去玩 所以每次拜六礼拜 都去教会 都是很开心的 所以当人家介绍我认识耶稣的时候 我愿意 但是我只是把耶稣当成 众神之一 所有的宗教的神 其中一个而已 OK 所以你愿意接受耶稣吗 愿意 信耶稣愿意 奉耶稣人民祷告 愿意 信耶稣吗 Amen 要不要洗礼 Amen 可是我认识的耶稣 他只是 所有的神 之一 你有没有发现 他的门徒们也是这样的 OK 他们也是从慢慢的怀疑 到慢慢的确定 到慢慢的 愿意 怕戏被造 什么叫怕 打死都不走的 对不对 所以第2个认识呢 认识的耶稣 已经是变成什么 唯一的神 我从 认识神 他是众神之一 到最后 我慢慢的去经历了 才知道 哇 原来耶稣是唯一的神 其他的都 都不是 如果耶稣是唯一的神 我认识的层面又高一层了 我又懂了 耶稣是唯一的神 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 耶稣是神 Amen 你们确定耶稣是神吗 Amen OK 那我们只在第2点 OK 我们只认识耶稣是唯一的神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但是门徒 经历过怀疑 经历过背叛 经历过成长 经历过整整 所有的一切的时候 他们进入到第3点 认识耶稣 不只是唯一的神 而且是独一的神 我生命的神 我可以为耶稣死 我可以为耶稣做监牢 我打死都不会走的那种 就算被他们 砍腰 砍头 就算宣教当中会遇到 那种危害到生命的 他们都会冲了 可是以前他们不是 你要知道这班门徒 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门徒的生命呢 他们过去是很失败的生命 对不对 当耶稣被捉的时候门徒跑散了 对吗 肯定是这样 所以当他们只是认识耶稣 是这样的一个神了以后 他们还不懂得说 他们的生命 这个独一的神 可以 不只是改变生命 而且可以为他牺牲那个生命 所以今天 当耶稣复活以后 他们亲眼看到耶稣的复活 他们包括多玛说我要摸一摸他 我才证实耶稣真的复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都没有摸过耶稣 有谁摸过耶稣 有没有 有没有人摸过耶稣 没有对吗 没有人摸过耶稣 但是你今天为什么会信神 为耶稣 耶稣是你唯一的神 而且是独一的神吗 还是为耶稣只是你所有的神当中 其中一个神而已 耶稣应该是你独一的神 不只是唯一的神 而且是独一的 只有他能够拯救你生命 并且 他能够改变你的生命 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人 我们来提一提他的名字 带着生 1832年 5月21号 他出生 在英国的基督教 新教来华 来华就是来到中国传教 创办了中国的内地会 内地会 所以他来到这个 中国的时候有51年 创立了这个内地会 超过有800名的传教士 并且开设了 125间的学校 在中国带领了18000人 归信基督教 哇 厉害吗 英国人 红毛人 我们叫阿毛郎 对不对 一个红毛人 戴的身 取中文的名字 并且穿中国人的衣服 因为当他穿西装 打领带 传福音的时候 人家都会站远远的 这个人是谁 明白吗 而这个人后来他就穿怎么样 他就穿他们的清朝的衣服 留辫子 开始学讲华语 他第一次刚刚到的时候是到了林波 到了林波 然后在那个地方还开始宣教 他穿唐装 当时的时代是穿中国的服装 在他的领导之下 内地会成为一个非常突出而且 非中派的差汇 所以很多的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那个基督教的团体都愿意 参与他的这个宣教 OK 他曾经说我若有千磅 的英镑 英镜 OK 中国可以全部之举 我如果有千条性命 绝对不留下一条 不给 中国 我记得在 COVID之前吧应该是四年 当时我去上海 去教书 上海教书那时候是偷偷摸摸的 因为会被捉嘛 所以呢我就偷偷摸摸的两个礼拜 交完课呢就从那个 后面的那个楼梯 我是住在那种 很偏僻的那种很年价的 酒店 也不懂什么叫酒店吧 宾馆还是什么的 就是很年价的 年价到我要给那个老板娘钱的时候 他听说 你是外国的牧师都不收钱 那为什么妈妈讲 太便宜了我这里 你给的钱都很便宜 反正都没有人住的 所以是很年价的 但是我去了 我在那个地方我就祷告 我说上帝你有没有呼召我去中国 因为我不用学华语 你明白吗 在英国人还要去到外 还要去到中国学华语 学普通话 我不用了 我已经会讲普通话了 上帝你没有呼召我 我记得我坐在上海的一个公园 我就住在那边我就祷告 上帝你呼召我来 中国吗 如果你呼召我来中国 我愿意 留在中国 亲爱的爹兄姐妹 戴德森说 我有千万的英镑 中国可以全部 拿去 我有千条的性命 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这个就是一个生命 所以 当你认识 神 是你的独一的神的时候 你会把你的生命给 奉献 出去 在他很年轻的时候 他在一次的祷告的 当中 用他的经历 神呼召他 去 到 中国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如果我是 戴德森 我是讲英语的 我怎么可能会去学普通话呢 我怎么会去学华语呢 而且 中国跟英国 相差这么远 他怎么会看得到中国的这个地图 而且 而且他的呼召就是 他单单只是看到一个中国的地图 他就被感动了 上帝就呼召他了 他就是看到了一个 中国的这个地图 他就被感动了 所以他说 他要把他的性命 留在 中国 OK 我们再看一下 21章 当门徒遇见耶稣的时候 又再次的遇见耶稣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呼喊 这样的一个 生命的摆上 他们愿意了 他们开始不同了 因为当他们捕捉到这么多鱼的时候 当然 我们在解经上可以讲说 他们 耶稣怎样教导他们捕鱼 然后 做渔夫 他们将来彼得要得人 这些我们听过很多 但是今天我要问的大家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耶稣问你 小子你有吃的没有 你有吃的没有 耶稣对人的一个关怀 他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你有吃的没有 意思是有点 六堂价母 不是 不是你吃饱了没有 不是 是你有得吃吗 你有得吃吗 他的解释是这样子说 你有得吃吗 所以 当我为这件事情 祷告的时候 我说 主啊我的RCC 我们的RCC 我真的说 主啊 你为什么没有问我 你的RCC 有人吗 我会问 主啊 没什么人呢 今天我们有 这么多新朋友走进来 是不是很感恩 Amen 刚开始我们这里是很多空椅子 现在我慢慢要把空椅子给填满 我们掌声给上帝好不好 你有没有想到神怎样让这个地方 成为他祝福的管道 也有可能这里产生将来一个带德生出去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会知道的 但是神如果清晰地呼召你 他会告诉你 他说的这些话 可以改变 我们的 性命 所以 这里的清晰的启示就是告诉你 小字 你有吃的没有 这个小字 是带着那种 关怀 你有吃的没有 OK 不是你饿了吗 不是你有吃的没有 你有什么需要吗 他说我们整夜打鱼什么都没有 他讲 把船开到 这个最远的地方下网去 OK那个是之前他们经理 现在是说 把鱼网 撒在右边 救 必 得着 RCC如果我们愿意听神的话 我不知道神要对我们这个教会说什么话 如果今天神说 每个人走出去往右边走 你就会得着很多小羊进来 你们走不走 我们走 把潮州的人留下来 英文部的人留下来 全部走 往右边走 你不知道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听神的 很聆听神的那个声音 很清晰地告诉我们 他要我们 怎样做 耶稣对他的门徒 当然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 告诉他们 你们要去传福音 你们要怎么样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 都给我们特别的应许 耶稣运用他的权柄告诉我们 当你信他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天上 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十万名 怎么样 做我的 门徒 那我们看那个圣经 你看那个红字 耶稣有没有把权柄给我们 因为他有 他有的我们一定会有 对不对 对吗 所以全病 所以传福音我们是拥有全病 我们可以赶鬼 我们可以医病 这是全病 OK 第二 他说 你们 要去使万民 做 我的 门徒 你看啊 这又跟我们现在很多教会的教导又有点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都是 你来教会 我们不是去 你明白吗 我们都是叫人家来 你有发现 他们之间的不同吗 我们都叫人家来教会而已 可是我们不是去他有需要的地方 比如说他在医院 比如说他在他的工作的地方 比如说他在什么什么地方 不方便来 我们没有去 我们只是叫他来教会 当然我们不是说在 叫人家来教会 不好 而是我们常常忘记 我们要去 所以当人家进医院的时候 我们没有去 当人家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没有去 当人家有痛苦的时候 我们没有去 我们只是希望说 你来啦你来教会 叫赖牧师跟你祷告 你来教会 你看他都不要来教会 有没有发现 我们都叫人家来 而我们自己不去 他说什么呢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你们 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 同在 耶稣这一点我很喜欢 因为他不只叫你去的时候 他给你全病 他告诉你 我常与你同在 如果你不去呢 如果你不去 你还有全病吗 你问你自己 第一如果你不去 你还有全病吗 第二如果你不去 神说我要与你同在的这句话 怎样应验在你的身上 马可福音 16章说什么呢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 又是叫你们去啊 信而受洗的 必得救 信的人必有神迹 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怎么样 赶鬼 说信的方言 手能拿神 若喝了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 必好 这就是全病 这是耶稣的应许 所以当 约翰福音21章 神对他们呼召 这个启示的时候 我想想门徒的那个感觉很累 为什么呢 我老师刚刚上十字架 老师又复活 然后又叫我们去加利利等他 然后又 明白吗 我们又要 领受这个 呼召 你要知道 当时他们根本不知道呼召是什么 他们只是期待耶稣来做王而已 他们一直希望耶稣来这里 做王 耶稣上了岸 OK 他们 Sorry 这里圣经有一句话叫做上了岸 我们看一下 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 没有一个人敢问你是谁 因为他们知道是主 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吃 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 向门徒显现的 这是 第三次 所以 如果彼得和那些门徒们 如果不知道耶稣 显现 不可能的 因为 这是第三次的显现了 而且已经是第三次的显现 当耶稣跟他们讲说 你们来吃早饭 你们有吃的没有的时候 你们来吃早饭 耶稣已经预备了 给他们预备 耶稣不会叫我们去做一些事情不给你东西的 所以你们去传福音 我们去传福音 我们去做任何东西 他伴随着两个很大的一个祝福 一就是全病 在全病当中就是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敢给 说信的方言 守能哪舍 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 守暗病人病人就必好 这是第一个全病 第二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阿们吗 我看到这是很 很鲜明已经很清楚的启示告诉他们说 我要给你们这一切 你看这是门徒们打鱼以后又冷 又冷 身体又湿 可是耶稣已经供应这一切了 耶稣给他们 准备了他们的资源 所以今天耶稣叫我们去传福音 他不会不给你全病的 耶稣叫你去传福音 耶稣一定会把他的能力和全命 放在你的身上 耶稣叫你去传福音 他一定会跟你在一起 所以门徒们得到这大量的鱼以后 他得到大量的鱼 他知道耶稣是那个 再次我说 我们都是自然界 我们活在自然界 可是耶稣愿意 破坏他自己的自然 用他的超自然 来对人说话 就好像彼得 那个 还让 彼得不可能走在水面上的 而耶稣说走 就是耶稣自己 允许彼得 他用了他的超自然的方式 让彼得 在这个自然界当中 走 所以耶稣自己允许这件事 在自然界中 他允许 超自然的事情 发生 所以耶稣复活显现 天使也告诉他们说 往加利利去 等候耶稣他会在那个地方 他们真的去等的时候 当他们发现 耶稣所讲的这些话 他们认出来了 终于认出来了 这个就是耶稣 这个就是耶稣 所以 在那个地方 鱼 差不多要讲完了 我们就要讲 羊了 OK 因为 在这里的时候呢 就开始跟彼得讲话了 你想想当时 我们刚才说 有谁 有 Nathana 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有彼得 有谁谁谁 对不对 还有两个门徒 可是在这里的时候 戏剧化的事情就是 当所有的事情 耶稣给他们饼 给他们烤火 给他们吃的以后呢 耶稣就开始只是跟彼得说话了 你要记得 天使当时是告诉他们说 你们 去通知耶稣的门徒和彼得 往加利利去 因为他复活以后他会去加利利 他子民叫彼得去的 所以彼得去加利利是正常的 而在这里的时候呢 彼得领受的是鲜明的爱 和真正生命的呼召 生命的呼召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耶稣对我们 不只是 唯一的神 而且是独一的了 你可以为他的这个呼召 付上代价 羊是这么说的 耶稣对他们说 就对他说 西门约翰的儿子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 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羊 我的羊 第二次就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你爱我吗 彼得说 主啊 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就说你牧羊我的羊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就忧愁了 就对彼得说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牧羊我的羊 OK 简短一点来看 耶稣对他说你喂羊我的羊 第二次耶稣说你喂羊我的羊 第三次耶稣又说 你喂羊我的羊 简短一点 简短一点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在这里 耶稣从鱼这个部分 OK 让他们知道我是有超自然的神 我可以 让鱼 得到很多的鱼获 OK 然后呢又在这里 又亲自的对彼得说 所以 天主教说 彼得是第一个教皇 OK因为耶稣亲自的呼召他 又把什么 银金的钥匙给他 什么什么的 又吩咐他你要喂养我的羊 喂养我的羊 喂养我的羊 都是对彼得说的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 耶稣为什么不断 当然如果你看原文圣经的时候 有什么Akape 有什么什么 我们今天不解这些东西的 我今天只是要跟你看一下 当他 三次跟他讲 喂养我的羊的时候 他要说出什么意思 我还有别的羊 不在这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合成一群 归一个 牧人了 耶稣是好的牧人 对不对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耶稣除了这些 犹太人或者是这些 门徒们以外 耶稣说什么 我还有别的羊 OK 在外邦 或者在世界各地 我还有其他不同的羊 OK 我要把他们领回来 他们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呼召和一个使命 对彼得这么说 你要 喂养 我的这些羊 而耶稣说 归一个牧人 当然耶稣就是这个牧人嘛 对不对 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耶稣 等一下又回去一下 耶稣自称为好牧人 比喻自己为羊献出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关心每一个羊 愿意为羊舍命 表示他对 信徒的爱和关怀 所以 在路加福音第15章第3到第7节说什么呢 他说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说一个好牧人 为了找到那个 失去的那一只羊 他撇下那99只 怎么样呢 专门去关怀那一只已经 不见了 所以当彼得 三次不认他的时候 耶稣 我在说那个场景我们看 在海边 有很多个门徒都在那边 我问你如果所有的门徒在那边 看到那个 醒现的耶稣 我的救主 我的老师 我的 我的 很重要的一位神 他已经是 那一位 宣告他的生命 已经复活的 是神来的 是上帝的儿子 他现在就坐在你旁边 你亲眼看到他复活 就坐在你旁边 你认为所有的门徒 真的是 傻傻看而已吗 他应该是很快乐 很喜悦 可是这个场景 转成 耶稣 跟彼得说话而已 那其他的门徒在做什么 你想想吗 你们想到 为什么耶稣只对彼格这样子说话 而其他的门徒 正在做什么 你们去想而已 所以我在这里看到的是 他不只是在 呼召 他再次的肯定 门徒们 你们要做些什么 这是一个 爱的一个呼召 告诉他们 我 会 让你知道 我先要把彼得找回来 彼得三次的不认他 对不对 对吗 所以他这次又三次的问他说 你 喂养我的羊 对彼得说 你喂养我的羊 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 爱的一个模式 如果我今天出卖了什么人 我如果今天出卖了什么人 我很难 或者是说 我很难 再去 面对那个人 我出卖了 我是那个坏人 OK 我做错了什么事 我出卖他 你说我 我容易 面对那个人吗 我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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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出卖过人 想想一下 有啦 我们都是被人出卖了 我们都这样讲 我们都是被人出卖 我们很好的 我们都没有出卖过人 有吗 我们可能也有 我们可能也有我们出卖过人 或者我们曾经不认耶稣 对不对 我们曾经也在某个方面上 当人家问你是基督徒吗 不是 你信耶稣的 没有 有可能我们真的否认 但是耶稣说我会把他找回来 因为这些羊 失去了 我要把他找回来 我要把他找回来 我的生命当中遇到有两个 我很重要的两个目责 一个是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当时我们需要上早会 上早会每个人都要带领带 我不知道那一天是早会我负责 我真的不知道那一天早会我负责 所以我就好像穿着 像那个针锋这样T恤 这样年远版 我就去 结果才发现 今天找回我负责 我们需要打领带 因为 未来的传道人 现在你在神学院在实习 我就没有办法 找不到领带 同学们都没有领带 我就 没有办法当天的蒋元是我们的 校长 我有一个大屁股校长 是一个阿摩人来的 是一个美国人 我们很喜欢很喜欢他 然后没有办法就敲他的门 我就用我 他听了懂的英语跟他讲话 我就说 我不知道今天是我做早会 而且我也没有带领带 怎么办 我跟你 道歉 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事情 我这辈子 我会扶他一辈子扶他的 虽然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 可是 他就像耶稣一样 他拿下他的领带 他说 没有领带 今天没有领带 哇 在神学院没有发生过 讲员没有带领带 主席没有带领带 我说 不可能没有带领带 但是他要保护我 他跟我讲什么 今天任何人来问你为什么你没有带领带 你说我决定的 因为是我决定不带领带 我说 然后他又不放心 他又来抱住我 Adam come Let me talk to you 我说 那时候我还是小小只啦 因为他很大 他真的很大 他 他就跟我讲 记得啊 今天没有领带啊 我说 结果真的 整个早会完了以后 训导主任就来找我 Adam 我要见你 我是走进去 yes 我说没有带领带 我说 校长说今天没有带领带 没有领带 没有领带的日子 他说校长说的 校长叫我这么说的 OK可以了 没事 你知道会被计较过的 所以我这辈子要扶这个人 我真的会扶他 因为这个人让我看到耶稣的爱 在他的生命 还有一个人 我也扶他的 给他骂 我也是很爽的 这个人 也是我去他的办公室 他桌子上有一本书 OK 我就翻翻我就说 很好看耶 进来看你 他说不可以不可以 我要用到这本书 你接去了等一下不可以 我说OK 等你用完了这本书就有看 他的办公室在我的厕所那边那么远 我的位置在这里 他很坏了 开门喊我了 过几天喊我 Adam 你拿了我的书 我说我没有 他喊我就喊他回了 对不对 我没有 哎呦你拿我的书你快点还我 今晚要用 我没有 我两个都喊了喊去 办公室穷门都在去看我们两个 很不爽嘛 被他冤枉 事实上我真的没有了 找我 我真的没有拿他那本书 那我扁了我就打电话去书局订 我说我要订这本书 耶稣称平 他说有有有 下午过来啦 我说好 等一下我 带他下来啦 OK 结果不到十分钟我打来 Yadam 你在做什么 这个语气有点怪怪 我突然间那么 柔话跟我讲话 他讲 我老婆啦 把我的书收起来了 我不知道 给你道歉了一下 我当然被送了 骂了了就 OKOKOK 好了没事了 然后就打去书局 没有书了 没有买书了 那这件事当然是算了啦 他都跟我道歉了 不是算了吗 但是呢 为什么你能够服这个人呢 因为有一天 当我们在 全部开会的时候 他突然间站起来 他说我今天要慎重跟亚当道歉 因为那天我在众人的面前喊他 我今天就要在众人的面前跟他道歉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能够 遇到这样的一个老板 或者这样的一个同工 你可以服他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让你受委屈 他同样在你受委屈的地方 拿回你的面子 好不好这样的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 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 独一的神 唯一的神 因为 他真的是像 回到彼得 跌倒人的那个地方 他不是责备彼得 你 三次不认我 你这个不好 没有 他是先告诉他 你爱我 你爱我 你就 喂养我的羊 感不感动 很感动 我才几天前 刚刚讲 我救主啊 能不能叫救主啊 我发誓 我不认识这个人 发毒誓的那种 我真的发誓 我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而今天你却来问我 你爱我吗 这句话很 那个整个的那个场景 是很痛苦的 因为我才刚刚 出卖你 而你今天却说 你爱我吗 你会不会为这个人死 会 如果那个美国的那个校长 叫我为他死 我会为他死 如果那个 喊我那个 叫我从十楼跳下来 我会考虑一下 考虑而已 不是真的跳 考虑而已 所以当我看到的时候 你看戴德森 就是认识耶稣的生命 他不只是认识耶稣是唯一的神 而且是独一的神的时候 他创办了这个内地会的时候 最后他自己怎么样 圣经 在整个他的生命当中 他死了 你看他的墓碑 如果今天你走在 中国或者你去到他的这个坟场 你看到这样的墓碑 你想来想去会觉得他是一个阿摩朗吗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洋人吗 不是 华人的墓碑 他的墓碑写什么 他虽然死了 却 仍 因为 信 仍然说话 这是他的墓碑 这个戴德森的墓碑 OK 被破坏掉了 在文革的时候被破坏掉了 OK 他的墓碑下面 刚才我说要用到那个红色的是吗 还可以 就是下面那句话 就在这边而已 这个红色的灯我不会用 没关系 OK 下面那个四方的 他写着什么呢 戴德森 他这个字 他虽然死了 却仍信 因为信仍然说话 所以戴德森影响内地很多的传道人 很多人被呼召因为这个人 所以今天如果这个能够感动你的新的这个耶稣 他今天问你你愿意为他死吗 他三次问你 Varon 你愿意为我死吗 哇 God 当你比较有时间的你问他要不要为你死 还是你问我的牧师啊 不要问我 真的我问问你 我们愿意吗 我们每次拿祝福第一个 谁要拿神的祝福第一个冲到前面 可是我们说 谁要第一个死 你会第一个冲上来吗 彼得刚刚才出卖耶稣 今天耶稣却没有责备他说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今天我们谈到鱼 我们谈到羊 我们的生命就开始会不一样 我们的生命开始 会有希望 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归属 耶稣是我们的希望 神要特别借着他自己对我们说的话 来改变我们的心 你生命的盼望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捉住神今天对你说的话 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真的捉住 我说神 我当然不能够像戴德森这么伟大 但是神只要你要我去中国 我预备 我要去中国 放下RCC都可以 真的 中国这么大 这么多灵魂 不可以在讲台上乱讲 神啊 你要呼召我就去 Amen 真的 如果你 你想想你走到路上 到处都是中国人 都是可以跟你一样用普通话讲话的人 你随时可以传福音给他们 当然要小心 但是我很希望 神你愿意 我愿意去 这是我生命的盼望 我生命的呼召 我希望 神你对我这样子说话 而当耶稣 告诉他的门徒说 小子 你们有吃的没有的时候 我就开始求了 神啊 我们的教会缺乏什么 神 我们没有 我说神我们这边没有鱼 你告诉彼得下王打鱼 很多鱼上来 我们鱼 我们有啦 我们不是大鱼 我们都是小鱼 不要看我的身材很大 可能是鱼 但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鱼不多 我真的很希望神跟我讲 往右边去下往 就会有很多 鱼祸 你要为我们RCC做什么 你要对我说什么 你要对我的教会说什么 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些鱼 耶稣说 在你得鱼的时候 我再问你一件事情 你爱我吗 如果你爱我 牧羊我的羊 你问你隔壁的人你爱耶稣吗 你爱耶稣吗 那如果你爱耶稣的话 你愿意牧羊耶稣的羊吗 你愿意牧羊耶稣的羊吗 圣经说 写这些事 寄给你们 是要叫你们 因为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祂 就可以因祂的名字 得到生命 这是约翰福音里面都写的东西来的 因为祂 你们可以得到生命 所以 虽然我们会失败 我们真的会失败 像彼得这样失败 我们曾经面对失败 我们曾经出卖过耶稣 我们甚至不认耶稣 可能 OK 但是在祂的指引之下 耶稣仍然去呼召回彼得 所以为什么耶稣没有给我们机会吗 有 祂不只是给你第2次机会 第3次第4次第5次 你再出卖耶稣试试看 祂还是会找回你 因为祂说 父啊 你给我的羊 我一直 都 没有 失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最后的结论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要叫你们 在我的里面有 平安 你们在世上有 祂有说给你们恩典吗 没有耶 祂有说你们在世上有祝福 没有 可是现在很多教会都是恩典 祝福 来来来来领受恩典 Blessing Grace 没有 他说你们有苦难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没有想到你会面对苦难 你只是认识耶稣是众神之意而已 你还没有认识耶稣是你唯一的神和独一的神 你问你自己耶稣是你的唯一的神 独一的神 如果是的话 你要接受 我们的生命允许会有苦难的 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人喜欢苦难 谁喜欢苦难 喜欢苦难举手 肯定没有人要的 对不对 但是耶稣已经告诉你 你们会有苦难 但你可以放心 我胜了世界 所以那个宝贝的应许是他胜了世界 他给你全病可以胜世界 而不是我们可以脱去苦难 不是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这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 信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你信 耶稣就可以像 回到彼得那边的一样 你来喂羊我的羊 喂羊羊不容易 因为每一个羊要吃草 这个羊要吃草 这个羊要喝水 这个羊要晒太阳 这个羊又怕阳光 明白吗 我们牧养教会真的不容易 虽然我们这里的人数不多 你们也没有什么给我麻烦 OK 但是我还是说我们牧养教会真的不容易 因为现在的人的要求 太多了 OK 我试过有一次 我最后讲一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结束 有一次我再为一个老人家祷告 电话一直响一直响 然后我就按掉 我就按掉 按掉 因为 电话一直响 然后就祷告祷告完了 然后又再 又再响 然后我这次拿电话起来 Call you back later 等一下打回给你 然后我就放了 然后就祷告祷告祷告完了 我就看那个电话 惨了没有号码 我不懂是谁打给我 因为我是 按一下这样子讲话 对不对 Call you back later 按一下 原来是 什么 没有号码的 当然不是现在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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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前不要讲几时 你们不用去 猜几时 然后我就跟那个跟我一起去探访的就说 怎么办 不懂谁找我 可能急事 他没有 他讲 不用担心急事会打第二次的 对不对 你不卡来吗 你没有再打来了 那就睡觉 第二天 我主任牧师来找我 很客气的拍我的肩膀 Adam 我说呀呀呀 Pastor 他讲 你很busy 我看你很累 你很忙 还好啦 我的那个 另外一个什么都不忙 只能叫我去做很多东西 然后我就很忙 他说 你忙到不能够听人家的电话 我是傻句什么意思 他说今天我收到一个email 我的主任牧师 不是这里啦 年代已久 我的主任牧师收到 email 讲到email都是 阿摩包的 英文部的人 我阿文部很直接打电话给你的 那里会 那里会写email的 他说 receive到email 说你 告人家的电话 没有reply人家 答应人家reply 还没有reply 我说哦他的情况是这样 你要去道歉 啊 哇他要去道歉了 要登门 拜访 我打电话给他 不听 我还要登门拜访 为了 找一个借口说我要去看你妈妈 登门拜访 去亲自跟他道歉 对不起我那天没有听到你的电话 然后礼拜天 礼拜天在教会看到我 看到我进电梯 他就跟我赢 我要去 三楼他要去四楼他跟我赢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又再次跟他道歉 对不起那天没有听到你的电话 又 就是脸黑黑就对了啦 不容易 真的 我在说如果你们觉得容易 不如叫你的儿子来做牧师 我觉得 你叫你儿子来试试看 没有人喜欢受气 当然跟耶稣比起来 这算什么苦难 你明白吗 我只是说 虽然我们面对的 牧师们面对的不是苦难 是受气而已啦 OK 无缘无故被人家一本书对人家喊 爽不爽也不爽嘛 对不对 OK 但是 但是 今天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人 你愿意为他摆上 而这个人叫耶稣 你愿意为耶稣摆上吗 受了这点苦 受一点 什么 受一点埋怨 我真的要去耶 因为主任牧师下命令 你要亲自去道歉 就因为没有接到一个电话 我要亲自去道歉 所以 做牧师真的不容易 如果你要 欢迎你来做 但是如果你不做 和我一起合作好不好 好不要给我麻烦 我们都做 听话的羊 好不 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 天父我们赞美你 主 你的呼召很鲜明 就是亲自的呼召我们 亲自的 让我们能够站在你的面前说 主我要蒙你的呼召 你是独一的神 你是我唯一的神 让我能够在你的呼召的当中 更加的明确 知道 主 你是我们的生命 的希望 是我们的归宿 求你继续的启示我们 使我们的生命被你的启示 而得着 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 Amen 我们用一首歌来敬拜 我们的神 我们站立起来好吗 你爱耶稣吗 弟兄姐妹 今天你回家的时候 你要记得两件事 第一 你爱耶稣吗 第二就是 你有吃的没有 你生命是不是有什么需要 你的生命有没有什么需要 你有没有 如果你缺少了什么 就跟耶稣求 Amen 我遇见你 是我越见歌唱 超越一切环境 看见你的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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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欢喜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全然恶然去处 你是我自宝 我最深的喜悦 全心遥望依靠 我并不知东洋 你与我同行 你爱我到底 这一生有你真够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有数中 有永远的苦乐 两给我的对签 着落加美之处 我的残忍 我的残忍 实在美好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的右手 在你的右手中 有永远的苦乐 你是我的主 好处不在你意外 在我遇见你 我就遇见幸福 姐妹们 等我遇见你 是我夜间的船 超越一切环境 看见你的空灾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却仍然安然记住 你是我支宝 我最深的喜悦 全心仰望依靠 我便不知东洋 你与我同心 你爱我到底 这一生有你真可 大家一起来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的右手中 在你的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亮给我的底线 着落加美之处 你的下巴 我的灵快乐 我的灵快乐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的右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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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祢 我就遇见幸福 祢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好处不在祢以外 遇见祢 我就遇见幸福 主耶稣 我们奉祢的名字 今天是约翰福音21章的完结篇 神我们奉祢的名 我们相信祢给我们权柄 我们相信祢要我们去 使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愚获 神啊 祢会把愚给我们的 我也奉耶稣的名 主我们领受祢对我们说的话 小子们 你们有吃的没有 神我们的教会有很多没有 我们没有人 我们不够弃财 我们不够财力 我们很多东西没有 但是有祢就知足了 耶稣 你有祢真的知足了 我奉耶稣的名 我们要对祢说 我爱祢 我爱祢耶稣 愿主耶稣基督你的恩惠 天父上帝你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这里的每一个人同在 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谢谢我们的主